这边 美国的纽约邮报还就做了一个报道 他说我现在要把一些核弹头做一个更新 这些更新了以后 变成一个新的核弹头 这个新的核弹头 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24倍 它等于是大量的更新它的核弹头 宝洁哥提到这个纽约邮报 它所提到的这个核弹头 它的系列是B61 那B61它以前有旧型的是 B61的7型跟B61的12型 那现在最新的它把它这个7跟12都update 叫做B6113型 那B6113型估计核弹 这个爆炸的核弹量 大概有36万吨 你知道这个当初1945年 在广岛投资和这个长期投资的 小男孩跟胖子 这是他们的昵称代号 一个是1.5万吨 一个是2.5万吨 那B6113型的这个核弹量 36万吨 就是广岛原子弹的24倍 一枚广岛原子弹可以把整个广岛市摧毁 我说1945年代那个时候的日本广岛 那如果再投资一次 B6113型的话 可以把24个广岛全摧毁 那个威力有多大 当然了美国现在最大的这个核弹头 威力最大的核弹量 是120万吨的B83 那这个是巨型的 所以光是B6113你就知道说 它是把它的尾部零件改造 这个就是类似他们当时有展示了 他们一些战术核弹 你说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B61系列的战术核弹头 它把它的这个尾部的部分改造 因为现在都强调要精准投资 JDAN 所以它可以协助瞄准 提高这种核武的精准度 也就是说 它也可以精准打击 假设我今天要炸这个核弹的目标的话 我不会偏移它50 100公尺 但是你知道爆炸的迅状云 和它的这个威力 一定是扫平附近的这个地方 但是它要求的是我要有核心攻击的地带 完全这个已经没有人这个可以 精准打击 精准打击可以没有人存 没有人存活的下来 是寸草不生 所以这个就是提高它精准打击 从它尾部的这个零件去改造 然后加大它的这个爆炸的当量跟威力 那你从这个B61它的这个系列的核弹 战术核弹要改造 你就先看到它的一些端倪 包括美国的这个新墨西哥州的这个 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 它都在翻新了 改造它的这个建筑物 你看它的这个工程师 然后还跟他们的这个实验室的 这个副主任在那边做一个解说 介绍他们的一些装备 它的曼哈顿计划里面就是去盖了 这个莫斯阿拉莫斯的这个实验室 现在这个洛斯阿拉莫斯 又在整建当中了 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 洛斯阿拉莫斯的路边休息站 有一个标牌就是被设计的 当时历史悠久的安全门 曼哈顿计划的所有工作人 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都要经过这个Gate 所以这个就是象征了 美国现在它已经这个编列了 多少钱 至少超过了569.6亿美元 虽然比之前降低了 快要少了快要30亿美元 可是光是在191.14美元的 这样一个191.14亿美元 它就是把它的所有的 这个核武弹头现代化 把它的现在所有 我们估计美国的这个库存量 虽然只有5400多枚 俄罗斯有5977枚 但是呢 美国是想要把它这个5400多枚 全部更新 因为刚刚讲的B617型 B612型 都是冷战时期 距离现在至少都超过30年以上了 30 40年 那它当然要符合现在2023年 21世纪新的核弹啊 而且它要这个更好追踪 追瞄和锁定 还有提高它的精准度啊 所以它把它的时候核武更新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 哇 美国是有系统的 透过它的这个核武弹头 把它技术更新 而且把它的里面的核心的元件布新 而且要把这个电子设备放进去叫做 天蝎座计划 这个天蝎座计划呢 耗资将近20亿美元 它18亿多元 那20亿美元的这个天蝎座计划 它就组装在这个 新墨西哥的这个 它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当中 那它把它的整个 重新组装之后呢 桑迪亚实验室 就是它最好的能源实验室 能源实验室 那它本来核武就有它的强大的这个效能 它现在是提高 它在每一个单元的这个电器设施 它把它的这个电压 你看电压加法器上面的 这个20个高压连接器啊 全部组装好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可怕在 美国已经把它的所有科技 运用在这上面 而可怕的不止在这边啊 那个美国的有一个这个单位 他们是这个 在加州蒙特瑞的一个这个 詹姆斯马丁禁止核扩散的研究中心 他们发现美国 中国 俄罗斯都在扩展他们的核试报 核试验的地方 都在扩招 比如说这是美国 美国的这个它的内华达州的沙漠 你看这以前 以前就是这样子 这么一点大 有没有看到 现在是这么大了 这它的设施不断地在盖了 好 再给大家看 这是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 俄罗斯在它的北冰洋那一带 北极圈 新地岛这个部分 不要说这些货柜 卡车 它建筑用品 从卫星空拍图可以看到 它一直持续在运作 而且俄乌战事 并没有终止它的这个运作 它还是继续 而且之前那个 俄罗斯的官方长 少鱼谷还去那边视察 你现在看到 它们这边有一些小的建筑物 然后这边是L型 你看到没有 大的建筑物 也在增加 这个也是它在增加 对 中国大陆在新疆的西部 罗布博这一带 你看这也有新建筑 然后这边也有 这个新的这个储存库 连罗布博都有了 这边还挖了五个新的隧道 然后这边有行政跟资源区 美国跟中国在1992年 最早这个要往前追溯 大概1990年代初 他们还有进行核试验 那在那之后签署了这个 进核扩散之后呢 虽然签署了 但是两个国家的这个 比如说中国的相关单位 跟美国国会部门 都还没批准 你就只能知道说 他们签的那个 像一张废纸一样 美中俄现在都在扩张 所以现在美国甚至 它的兰德 兰德是美国的一个 这个军邦的一个智库 甚至提出一个建议说 要把100枚 美国旧型的战术核武 就是类似刚刚那种 B61旧型的这个核弹头 可以这个再放在美国 然后或者是一部分 少部分放在朝鲜半岛的韩国 放在南韩 资源放在美国的 跟放在韩国的 都要注明写 专门资源韩国这个安保专用 他不是讲 本来要朝鲜半岛非核化 你现在不但是没有 朝鲜半岛非核化 你现在还把一些 已经旧的100枚 美国指定的这个核武 放到了韩国去 因为朝鲜半岛非核化 这个越来越遥不可及了 尤其是北韩金正恩 他们这个兰德智库的团队预测 金正恩搞不好到2030年以后 可能会最多拥有到 超过500枚的核弹头都有可能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 你美国跟韩国不能不做因应 而且当如果北韩 随便把一个这个核试验的核弹头 比如说他最近的第六次 核试验的威力的这个核弹 丢在首尔上空 将造成200万的 这个韩国民众直接上升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怎么办 你当然美国要提供给韩国 100枚的这样一个足够数量的核弹 然后把它改装之后 加以稍微更新 放在美国一些 那随时战时爆发 核战爆发的时候 可以立刻部署 以应应北韩的核武威胁 好 提会 我一直以为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核弹了 像刚刚讲 美国之前就传说 他要把很多的旧的弹头 做一些更新 那些更新的资料是 我不再更新 我的爆炸威力更强 我不但我的爆炸威力更强 我又更精准 而且我把很多现在的电子技术 全部都放进来了 对 现在美国国防部讲的理由是说 他有两个目的 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说 他希望总统有更大的范围的军事目标 可以攻击 也就是说他现在丢一颗核弹出去来讲 以往像刚刚提到的 以前是广岛这样的一个威力而已 但是他可以扩大24倍的话 那是不是更大面积的一个军事目标 可以被 那其实说明的不是日本 说明的是中国 那因为中国才有这个能量 可以大规模的进行军事能量的 一个设备的一个储存 所以我要去打日本 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核弹头 对 然后第二个 那是一个大陆地区 是 第二个就是说 他能够让美国的威责力 也就是说核弹本来是用来用威责 威吓对方的 对叫对方不要出手的 那我今天来讲 美国的核弹已经老旧了 那俄罗斯现在核弹也老旧 大家的核弹 其实差不多都从冷战的时候走出来的 这时候如果美国开始更新 它的核弹的时候 请问其他国家会不会跟进 其他国家如果要跟进的话 请问有没有美国的技术 所以现在美国来讲的话 当然它不是全面逮换 它是少部分 大概几十颗要做逮换 但是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今年本来俄罗斯已经退出 那个所谓的限制核武的条约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做了一件事情 就要求俄罗斯也同时要更新资料 什么资料呢 如果以条约来看的话 数量不能变 但是数量不变的话 不代表质量不能变 所以他现在运用一个做法 就是说我在固定的数量当中 我把里面的数字 其中几个核弹 变成那个爆发力很强的 我还是遵守禁止核子扩散 我的核子扩散 我的数量没有增加 可是我的打击威力 我的精准度 我的威克力更强了 是的 那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告诉俄罗斯跟中国说 那你要来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 那如果你玩这个游戏的话 请问金主他可以比得过美国吗 美国现在的优势就在哪里 你不管在俄务战争赛场上可以看到 你在很多战争上都看到美国卫星的利害 那这时候你中国跟俄罗斯跟得上吗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更换 更替这些相关的核武威择力 然后来告诉中国跟俄罗斯说 你就是不能用核武 你就是不准斗 其实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用意 我们讲韩国最近的状况不好 第一个是我受到北韩很强的核威慑 还有另外就是中国的经济不好 还有你的市场受到拖廉 我们看韩国最近经济也被拖垮 结果这次隐习院在整个中东战争 大家觉得整个中东兵凶战位的时候 他居然带了130个人 跑去沙烏地亚阿博 跑去这个所谓的卡达 他就签了6000亿的订单了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隐习院 他带着韩国所有的党政高层 以及他的商界人士 浩浩荡荡 一共将近200个人的访问团抵达 包括沙烏地亚阿博跟卡达 去访问的这个状况 那他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第一个 他现在要开拓新市场 中国景气相当糟糕 显然中国接下来会更糟糕 尤其现在习近平准备对付那些名气 很多中国人 这个韩国人名气 或是日本的名气 他们大概知道我在中国大概中不到钱 所以你要帮我们开拓一个新市场 那这时候中东战火的时候 隐习院就到这个地方去 那为什么他到这个地方去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说实在 俄乌战争中间 让这个让韩国看到一个商机 这个商机就是军火柴 你知道俄乌战争里面来说话 他们现在已经卖了非常多 K2坦克啦 还有K2的这个 暴式的这个所谓自走炮 卖到了K9的自走炮 卖到了波兰去 所以他就军火 这个好生意 那他到哪里卖军火呢 中东各国很需要军火 因为中东兵凶战危 他们想保护自己 他去卖武器 对所以他现在就去了 他去了之后 他这一次来跟这个 这个沙迪阿博 跟卡达 就签了一些所谓军事的这个协定 非常多 你看他跟卡达还什么 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还签署提供军火军事科技 给这个卡达的备忘录 那同志在沙迪阿博还跟他说 我要买什么南海的天宫二型的 这个飞弹啊 所以看起来事实上 他这一次去呢 光是整个订单来 大概都签了六百 六千亿台币左右的状况 而且他这次带了很多公司去啊 各财团都去了 现代汽车 现代汽车已经决定说 跟他们沙迪阿博主权基金 要合资嘛 他们要盖个工厂 那盖工厂之后 同时之间还要盖什么 电子供应链 然后现代的工程集团也去了 然后这个韩国国家石油公司 跟你签了大订单 另外还有NG的运输船一大堆 然后连这个软体的 Never 就是说我们LINE的母公司 他也说 我帮你建什么数位建设 网路资讯 然后这个自动驾驶应用 我也跟你合作开发 所以等于是这一次呢 他全面跟Saudible 完全连接对接起来的一个状况 你说军火 这个公共工程 包括汽车 包括网路 对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目前为止 萨尔曼他想要转型嘛 他要转型做什么 我们知道他有一个 这个大的计划就是Nel One的这个城市 在这个Saudible这里面 那现在他们揭发 因为根据萨尔曼的规划 我这个城市要投资5000亿美金 哇 5000亿美金是多大的一个商机 那当然要去抢 那目前为止 其实已经有慢慢 有一些设备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 他们现在道路设施 你看 已经大概完成了 这个大概的这个道路设施 另外包括说 你看他要建这个码头 因为他先把码头建好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 我准备运到的东西 都把它运过去 所以他现在其实出行 慢慢出来了 所以他的工程已经在进行了 在进行之中 因为这是萨尔曼 他说2030年 我就要完成了一个 一个未来城 所以他现在在外面 真的已经在大兴土木了 大兴土木 所以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些工程队要去 因为他可以抢很多商机 那你看这个城市盖出来之后 你要什么 无线网路啊 你要什么宽屏设施啊 然后你还有什么绿能啊 太阳能啊 对 你未来要厂房工厂 这就是韩国锁定的嘛 5000亿我捞个 几百亿美金都好嘛 所以他现在就去了 他讲说现在的电动车也要去了 对 事实上这个大计划里面来说的话 当然除了那些 未来的产业发展的 这个状况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 这萨尔曼果然是非常有钱 你看他们在里面 盖了饭店 这个饭店干的真的非常漂亮 这个探险酒店 你看他盖的样子是这样 就真的在依三而盖了这个酒店 那里面真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状况 这在盖什么 盖什么绿洲饭店 那这个饭店来说 你看这个是探险酒店 那这是绿洲的这个饭店 另外还有什么 康养的这个饭店 也就是说让你在那边养生了 这个都是饭店 这些都是饭店 你看他就直接盖在这个山谷里面 然后盖在这个所谓的 这些地方 沙漠地带里面 那你觉得有不一样的这个氛围 那就是萨尔曼果目前为止 他们的在这个城市里面 打造了任何的东西 所以你看 萨尔曼果这绝对都是用重金去打造 他们花钱不手软 那也让这个韩国看到一个机会 我脱离中国之后 或许中东是我下一个发财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